这起不跟我一样 待到之后 圣上提醒你 更没有值得一提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数日不见 城娘子 倒是容貌预胜了 城隍武皇子夸奖 多日不见 书读得可明白些了 反正 父皇想不起来我 随便读得好坏 本牛一无是处 说也读不明白 这岂不跟我一样 待到之后 圣上提醒你 更没有值得一提的了 我乐意 紫禅 圣上其实是个好夫君 若当年没有醉酒之后 重庆了徐美人 担下这五皇子 那别就更好了 即便是圣上也会犯错 重在补偿 自那时以后 圣上身边只有一后一妃 以及操长时而已了 绍上既为十一郎心腹 以后就是自家人了 你们来与我们一道敬酒吧 不必了 每逢今日 朕都无心饮酒 你们先行用膳吧 待朕再缓缓心境 少少妹妹 我与妹妹一见入骨 日后 日后一定要与紫禅 来我们府里相作 是啊 以后就是自家人了 要多走动走动 三皇说你笑什么 我是想起了过去的事情 但是 紫胜刚刚进宫的时候 谁待见过她 如今倒好 一个个全来是好了 紫胜自小是养在母后宫中 不待见她的自然不会是母后所出的几位皇兄皇子 定是母妃宫中的 小五又说胡话 都是一起长大的 紫胜与我们手足无甚分别 何来母后宫的 母妃宫的 而等能做父皇的儿女 历经这太平盛世 已是天大的福分 当不分彼此 盛世 朕尚不可自华 但是这个天下 的确是在朕的手里 太平前来的 此事 祸雄 宫高至违 这都是霍将军舍命熬账换来的 亦是父皇 焚高济鬼 萧衣干世换来的 二子与我虽是异母所处 但妹妹我可不如二子会说话 难怪父皇对你多有宠爱 你不如二子与我 晨嬸见过母妃 我 我特寻都城中最好首饰酱打造了 这只牡丹国色天香 最衬母妃容貌了 我呀 最后悔当初为了追随圣赏 把你交给你三舅母照管 把你养得如同山野才主一般 就喜欢这些俗不可耐的首饰 你若是有你二子和三兄一半的董事便好 你前些日子不还在院皇后为了节约开支 令你公主府揭不开锅吗 怎么这会儿病富裕了 难道是你宣誓赴马他末了 母妃可别调侃我 我不过是与人同道做些小生意 赚些小小银钱罢了 连宣家驸马也不知道的 就你捡早不识数的 你还懂得做生意了 都城中酒楼 我凑了些份子 日后经营好分红利 母妃 我如今已经嫁出去了 在宫外有些自己产业 也不为过吧 我不管你所言真假 但我要提醒你一句 莫为了些俗物 损我月事颜面 还有 以后进宫 别打扮成这样 好好的一支凤凰 非把自己导致成一支野鸡 若是你公主府有钱没处花 倒不如购得大谢的铜镜照照自身 天天打扮成身毛走手 出去惹人笑话 母妃 你又贬持我 三舅母今晚邀我做客 说会介绍些旧事给我 我怎么能穿得太寒酸 饿了皇家颜面吧 瞧你那点出息 身为公主 何须在群生活面前显摆穿戴 皇家威仪 才是你此生最好的颜面 母妃可别骂了 如今宫中处处血减臾 我过得还不如烧户夫人们呢 我与这些夫人们来往 还不是因为长丘宫那位 怂恿了父皇口口嘶嘶 我劝你说话谨慎些 圣上与皇后如此 那是为了给天下做表率 凭你个俗不可耐之人 也有资格嘲讽 行了 今日是霍将军继承 中午长秋公寿午宴 下午你父皇清零祭典 你也去奉献殿上磕头吧 是 站住 你就穿这身衣裳过去啊 怪就怪我生你二子时 给他多生了个脑子 轮到生你时 这脑子便不够使了 你穿这身衣裳去祭奠 莫不是 要连累我们月氏全 就跟你一块儿死 来人哪 拿身素色的衣裳 给三公主换上 是 来 来 你 快点 我 来 我